上节目有一条突发的消息 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 发生了人事方面的地震 包括战略工业部长在内的六名高官 是集体请辞了 甚至是有传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会下台 当然现在俄罗斯普京方面是胸有成竹 甚至是他即将要出席东方经济论坛 重点是在经济这个方面 但是在这个时候 俄罗斯却非常罕见的火速回应了赖清德 为什么会这么讲 是因为赖清德近日再一次的挑战北京 批评中国大陆无视俄国侵吞领土的历史事实 强调北京若想拿下台湾 就同时要收回被俄方所侵占的土地 好地图带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1858年爱辉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呢 中国事件将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片土地 割让给了俄罗斯帝国 对此这个俄国外交部发言人3号立刻作出回应 除了强调莫斯科与北京已经在2004年解决边界相关争议 并表示俄方贯彻一个中国原则 同时还有嘲讽赖清德 是被复仇主义政后群吞噬的边缘政客 受美国人煽动肆意的吠叫 好我就想把这两条消息带给这个博士 首先第一个 乌克兰这个时候人事地震该如何去解读 那么赖清德的意思就是说 我台独但是你大陆你不要打我 你先去打俄罗斯 这个是不是也同时是昂萨的这些国家 所希望看到目前出现的局面 中俄打起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事实上有关于中俄之间领土的争议 在这次俄乌战争大陆的网目上 就看到一个言论 说不要帮助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侵占了咱们中国 这个北方很多很多的土地 有这么一个论述 在这个台独的这些社交网媒里面 就有人利用这个东西 说中国大陆有本事 应该去跟俄罗斯要回这些土地 而不是要拿台湾 那赖清德就把他包装包装 说中国大陆想要拿下台湾 不是因为他跟民进党 这里面有几项这个议题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中国大陆想要拿下台湾 真的不是因为赖清德跟民进党 而这个是中国大陆 北京作为中央政府 他要中国统一 就不允许台湾有割据政权存在 这个割据政权迟早要被统一 而不是现在割据政权扮演的角色 就是美国的殖民地 这种对于中国的历史这个过程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伤 因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大陆死亡了3000万人 拿到的好处只有什么 台湾跟澎湖归还中国大陆 而且当时的台湾的所谓的台湾人 还站在日本那一方面 给钱给人 还有20万人当兵 帮日本人去打中国大陆跟东南亚 而中国大陆对这些台湾人 以及他的后代都没有任何惩署 不像有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惩署 而且把他当作同胞 就你现在还要割据独立出中国 把台湾从中国割类出去 如果你做一个割据政权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也许还可以商量 你现在不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 要割据出去 这个当然对中国任何一个人 这个担任中央政府领导的角色 都无法被接受 因为如果中国的大陆的领导人 不去履行这个历史跟宪法 跟国际法的义务 那他在中国大陆 可能任何一个执政党 都无法生存下去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民 不可能原谅这样的中央政府 那你中央政府 向中国大陆人民收了税金 不是就是在履行 大陆人民规定的宪法义务吗 国际法义务吗 宪法义务是什么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九自然段讲的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那写的明明白白 这个宪法义务任何的人 是中央政府必须去履行 第二个国际法义务 中国在二次大战 胜利了之后 根据波子坦公告 可以拿回台湾跟澎湖 那这国际法义务你竟然没有能力把它拿回来 东西已经是登记在你名下 你没有办法拿回来 那就是你的错误了 所以这个双重的义务 宪法义务跟国际法义务 是中国北京作为中央政府必须履行了 跟你台湾谁当家没有关系 但是只是说 如果是你是割据政权成了一个中国 和平统一的机率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是叛乱政权 要割据领土离开中国的话 那对不起 就无力统一的机会就比较高 所以啊 这个大局势当然不是因为你赖清德 你赖清德不担任台湾领导人 其他台湾领导人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啦 那习近平主席不担任北京领导人 以后的年轻一代的领导人 也会要履行这些义务啊 所以这个是跟你赖清德跟民进党没有关系 那哪一天民进党被消灭了 有其他的党主张台独的话 照常也面对同样的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嘛 那至于俄罗斯的领土的问题 其实咱们中国人有时候比较倾向于一种 一种不太去讨论领土的起源的问题 应该这么说啦 在唐宋朝以前那个领土不是咱们中国的 我们必须认知这个事情 是什么进入中国呢 比较清楚了应该是在元朝 元朝那部分才进入中国的领土 那到了清朝当然更明确了 那元朝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是忽必类 因为是忽必类 他入主中国 他本来注意到很多人混在一起 成吉思汗那个年代的大蒙古帝国 跟咱们中国没有关系哦 但是到了忽必类的时候 他并没有完整的继承 这个成吉思汗蒙古大汉的地位 所以他只局部的继承 然后也局部的取得土地 所以那一部分的北方的土地 才从此啊 包括外蒙古才并进中国的领土 是从忽必类开始的 那后来到了明朝呢 我们这个朱元璋打败了元朝 取得局部的继承权 这也是事实 到了清朝的时候他武力更强 那继承更多的这个蒙古的土地 这是成吉思汗大蒙古帝国的土地 然后现在俄罗斯东进 俄罗斯东进他有个理由 他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当年啊 都是大蒙古帝国的 统治下的领土 那现在这个中国拿回了一部分 俄罗斯也要拿一部分回去 而第二个理由是什么 第二个理由就是俄罗斯的沙皇 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直系子孙 之前事情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他们以血源继承的理由 想要拿回他们 认为属于成吉思汗的土地 那这个就有完没完啦 那也许有人中国也觉得嗤之以鼻 你跟成吉思汗什么关系 你不是大鼻子啊 怎么跟成吉思汗那个矮鼻子有关系呢 欸对不起还真的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啊 在俄罗斯不是把他 这个我们叫金藏汉国或者清查汉国啊 那拔都的儿子 的统治这个莫斯科大公国的时候 他的命令 他的大公国的皇后 一定要是蒙古公主 所以蒙古公主 生下来的沙皇 一直到彼得大帝身上都有 成吉思汗的血源 反而咱们中国的皇帝没有 满清皇帝没有 所以满清皇帝是有蒙古血缘啦 但是因为他们很多皇后 都是蒙古人嘛 所以蒙古血缘是有 可是没有成吉思汗 黄金家族的血缘 这也是事实 所以这种血缘继承论在帝国皇帝时代 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英国啦法国啦 哪一个人当皇帝一定要 要么就是外孙要么就是内孙 有类似这种传统啦 所以国际法上也承认这个血缘继承的传统 你别忽略掉了 所以他根据两个原则 第一个他也是成吉思汗的反属国 所以他反属国有权利来继承 这个宗祖国的土地 那我们以前 元朝我们这个明朝也是反属国 所以有权利去继承 那可是他加了一项 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更有权利继承 所以他跑到中国来跟中国吵啊吵啊吵啊 他就被吵不完 然后来中国强的时候他就不敢来 中国落了上就敢来 所以这个东西有点 跟柯文哲那比那个选举烂账一样 有点说不太清楚哦 那不过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双方面就就这些复杂的历史问题啊等等 这个他把东北一部分还回来 犹太坏一部分回来 那有一部分就得根据清早的调业贵 我们也承认是归他的 所以就是有这些东西 所以双方面互有来往 互有来往也不是完全说 我们中国一定完全吃亏 或者是大 那反正就是经过了这么久的历史的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划定边界 那这个是有条约划定边界的 但是你赖清德在台湾割据 然后准备要叛乱 割据跟判断的差别就是说 你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就是割据 你用台湾的名义就是叛乱 差别是在这里 因为台湾的名义就是把土地给 割裂出中国以外 但是如果用中华民国的名义 你就是一个什么 你就是一个割据政权 这个有点像192几年了 孙中山在广州 那个国共联合组成一个中华民国 什么陆海军大元帅 或者变成国民政府那个时代 对北京政府来讲 当然是就是一个割据政权 因为他成为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那只是一个区域政权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权就是这种政权 但是北京作为中央政权 他还是有统一的权利 只是用什么方式统一而已 在当时北京政权 跟对孙中山也是 也是用和平统一的模式 这个也可以武力统一 也可以和平统一 国际法上在方面没有限制 但是有趣的是俄罗斯 这个女发言人用词非常的火辣 她说边缘政客 就国际政治来讲 赖清德是边缘政客 这个形容词是对的 那废教我也同意是废教 不过这个 我不同意的这个俄罗斯的发言人的 的说法 就是 致意啊他不叫致意他故意 哈哈哈 故意废教 我调侃一下 调侃一下这个 俄罗斯的发言人 那反而 国台办对这个事情好像不吭声 还没有回应 对 对这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嗯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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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